第二个 饮食平衡多补水 饮食为什么要讲平衡呢 很多人说我也吃得挺平衡的 但是你看 经常有人在夏天 吃着涮羊肉 喝着冰镇啤酒 这种现象很多 尤其北方 其实在我看来 就不太适合在小鼠这个节气 因为什么 这个羊肉是偏热的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 冬天吃 因为它有助羊的作用 还有预寒的作用 那夏天多是鼠式热 季节有点差异性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 四气五味 寒热温凉 酸苦甘心咸 什么季节要吃 什么食物 所以它的原则就要吃 应激的蔬菜水果 应激的食物为主 那应激的 夏天适当吃清淡的 偏凉的食物 有防暑降温的作用 所以从这点来说 多吃一些 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 我认为是最适宜的 那什么事啊 冬瓜 它既可以利尿去湿 又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西瓜 苦瓜 黄瓜 丝瓜 西红柿 等等 这些都含润量很高 在这里边 特别要说一下苦瓜 很多人爱吃凉拌苦瓜 对于胃肠 怕凉的人 就不太适合 尤其是不适合大量 或长时间的服用 因为苦瓜是偏苦的 它有清心火 清肺火的作用 夏天是适宜吃 但是要适量 量的过多 往往可以造成 胃肠受凉 有损于阳气 具体说 有损于心阳 在夏天 饮食 其实我们掌握一种量的把握 也不能吃得过多 过饱 因为夏天 往往活动量会少一点 因为人变得懒散 到了小暑 那么热的天 谁愿意天天 活动量那么大呢 所以这时候 你吃得过多 就会影响消化吸收 其实《黄帝内经》 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叫饮食四倍 肠胃乃伤 就是你吃得过多 脾胃消耗过程受不了 就容易受伤 咱们说了 到了夏天 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 有的人呢 就因为夏天觉得 出汗多 消耗大 吃得更多了 为什么 他觉得怕自己原案不够 所以这也不对 说明什么 中医养生掌握一个度 凉东西适当可以多吃 是因为夏天 防暑降温 但是不能过量 容易伤脾胃 人的阳气 到了夏天外发了 所以胃肠的功能呢 就会下降 这时候你吃得再多 饮食自备 自己加量了 肠胃就会受到一定损伤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季节 饮食多补水 营养要均衡 再一个 夏天实际是 饮食上要注意 讲究卫生 因为夏天的瓜果 梨桃 蔬菜 生吃得比较多 所以一定要洗干净 防止肠道传染病 也是夏天 预防疾病养生的 重要内容之一 感谢观看